第18題,由數據可以得知,實驗中酸鹼的濃度比為多少 那麼這要酸鹼中和,酸鹼中和的基本條件就是氫離子的墨數 等於氫氧跟離子的墨數,這要表示我們酸鹼已經中和了 而我們題目裡面給的是所謂的鹽酸跟氫氧化鈉 一個鹽酸有一個氫離子,一個氫氧化鈉有一個氫氧根 所以氫離子的墨數等於氫氧跟離子的墨數就是鹽酸的墨數等於氫氧化鈉的墨數 而我們墨數的計算方式就是一個叫做墨濃度乘以溶液體積 那麼我們這個題目裡面,我們這個低定管用掉了50毫升 然後我們那個B的底下裝的也是50毫升 所以這兩個的體積都是50毫升 理論上要除以1000變成公升 另外一個也是50毫升除以1000變成公升 然後再乘以它的濃度,一個濃度是x,一個濃度是y 這樣子濃度乘以體積就是它的墨數 這兩個墨數應該相等 這裡的墨數指的是酸的墨數跟鹽的墨數 就是鹽酸墨數跟氫氧化鈉墨數 但是它就好也等於氫離子的墨數跟氫氧跟離子的墨數 那我們就發現我們x跟y的比就應該是1比1 所以第18題問我們說 可以得知實驗中酸減濃度比約尾 我們答案選的是A1比1 這當然還是很 Same 不斷那層 看到這個